尽量靠近张口那把你右肩尽量往下压 往下压以后呢 口令技术动作确实 女教官讲解射击动作毫不马虎 她可是全台湾最年轻的女教官 只比学生大了五岁 是个七年级生 那我第一次在台上看到全班的脸 然后一看着我其实感觉就是很紧张 就是要变得很凶 然后他们才会听话 长相可爱是因为有美男学生 被他教到可乐的算 上期克莱也特别乖 先变其人节送花巧克力 还有学生对他吹口笑呢 男生啊他们反而会有一种体贴 就是说我说搬东西 他就很主动啊 然后这样那种很轻的东西 他们也会帮我搬 有什么地图啊一张啊 就说教官我帮你拿这样子 就特别漂亮啊 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吧 然后他叫我们不要想 我们会比较不会去揍弄他这样子 七年级教官成为学生讨论的话题 不过毕业诞大西语系的陶修运 他都没想过会走上这条路 而且爱上这份工作 学生是我还蛮大的资助啊 就是有点像是我在这学校最大的收获啊 谁说教官都要凶巴巴 年轻教官的心合力反倒让调皮的学生不足贴贴 七年级的陶修运也证明了自己 可不是个草莓族 通过重重考验 才能穿上这教官制度 明确新闻 张晓芬林明宝 开北报道 摆出来 直立在你面前